01929是去年6月份 去年6月份才開始生出來的 他還沒買一年 現在才2月份 所以他現在是幾個 10個月大的寶寶而已 我覺得他很Asali 他一上成立 隔月他就直接配了0.1 他就開始配股配息真的很棒 然後他的資產規模 真的是大快的增加 1539.12億 真的是很不容易 他也是最快破百億募資的 他受益人數現在610389 真的超多的 全部都是100%的科技股 所以他真的很會漲40檔 目前股價是19.66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佔績 001979他從去年6月到現在 他總共配了7次 一共配了0.79元 所以他含他的報酬率 目前有34% 其實大家可以看 00929跟00934 這個其實他們成立大概就差4個月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因為00929已經有配股配息 所以他的戰績還是34.33%很好 以這一張來看的話 我自己覺得 如果大家說 思惠 我要去買哪一檔呢 我到底現在還要買哪一檔 我自己覺得 第一個 已經確定眼睛看得到的 有配股配息為止 這是低 第二點是說 我們要知道他績效已經很好了 像我這五檔來看的話 我可以確定績效很好是00929 因為他已經有10個月的歷史紀錄給你看 而且他的不管是受益能數跟基金規模 都這麼大 表示他不太容易下股 他也會很穩 那他報酬634 所以0091994會繼續買著 繼續放著 因為他這個明天要配給我 每個13000 我也很開心這樣 那第一檔一檔 我覺得我會選 我說眼睛要看得到 我可能會選00934 如果大家有 那當然因為00934 目前並沒有去配息配股這件事情 但是他你可以看他績效很好是 他從去年10月到現在 像2月歷經 11 12 12 然後4個月大概3個多月 他的報酬率有19.33% 真的很驚人 以這樣看 如果說 因為這些公司都去配股配息 因為現在是配息旺季 所以他沒有辦法配給我們 可是到暑假的時候 他配給我們 我相信一定報酬率會很好 因為你從他的績效就可以知道說 這些公司他選的都是好公司 所以我也蠻看好的00934的 再另外一個 新的要募資在3月份 那大家會說 我是問你覺得 斯惠老師這個到底要選00939好呢 還是00940好呢 以這兩檔來看的話 我是覺得等到他上市 等到我看到他的績效再說好了 因為大家很知道 我記得在去年的時候 有一檔叫009100 其實他選的也都是好股票 但是因為他沒有平準金 我還記得 其實他的那個配股配息的報酬率 子率率也都不錯 有8%這麼多 可是因為他的配息就不穩定 有時候就不配 有時候就給你配個0.6 有時候就配0.1 有時候配0.3 因為他不定 所以導致認他的人很少 如果是我的話 我可能會放在前面 第一個 00929我已經有看到的牛肉 比較多來看 還有00934 因為他的這個戰績非常好 因為他們出來的時候 股市沒有到現在1.9 因為00939跟00940 他們出來的時候 股市都1.9了 就很擔心現在到高點 總是會上下震動 所以我們可以等到他上市以後來看 看他們戰績如何